美国钱总统董王要被逮捕了 那最近呢这个事儿啊 在美国特朝特别火 尤其像CNN这种新闻啊 头版头条 做了专题啊一系列的报道 那很多朋友呢就来找我说 这个纽约是不是要暴动了 是吧 多少名特朗普的支持者呀 上街什么抗议呀 说要举行全国的这种银行的挤兑啊 以应对董王被捕啊 还有很多朋友就问我 这是不是白左要搞董王 这是什么事啊 我具体跟大家讲讲啊 董王现在在美国的这个右翼民众心中 他还有没有支持率啊 或者说是在这个董王啊 现在在大家眼里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以及这个事儿的始末啊 其实这个事儿很简单啊 就是说呢 纽约麦哈顿地区的检察官布拉格 他准备对董王提出一项起诉 这个起诉是啥呢 就是说董王在竞选期间 曾经跟某女明星不清不楚 女演员吧 也不算什么明星啊 然后呢 这个不清不楚以后呢 当时董王就为了盖这个事儿 董王呢 找了自己的私人律师 向这位女演员呢 支付了13万美元的封口费啊 就是这么一个事儿 但是呢 这个事儿如果一旦坐实了 他不就有问题了吗 对不对 哎 那董王方面呢 则否认这个事儿啊 说这个事儿不存在 对吧 哎 那可能很多朋友就会问了 那这是这种事儿真的假的 这个事儿呢 我们最后还是得看证据啊 但是我感觉啊 出现这个事儿也不奇怪 因为董王这个事儿 他本来就不是一个私生活 多么干净的人啊 但是我们要知道 你打压一个人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就说这个人的道德有问题 从他私生活上入手 对不对 哎 我们现在经常看网上黑一个人 就先从这个人的啊 道德上有问题 他谈过几个男朋友啊 他谈过几个女朋友啊 对不对 哎 他是吧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从经济上入手 基本上啊 黑董王嘛 就是这两招 但是呢 我今天看CNN的那个啊 头版头条专题报道啊 就说 但是呢 现在不太好办了 为什么呢 因为是共和党 现在控制着这个国会众议院 你要知道 现在不是老太太佩洛西那个时代了 现在是人家共和党控制众议院 而众议院是管啥的呀 众议院就是管监察的呀 所以说众议院呢 正在利用他们的这个权力啊 在向民主党这边施压 那意思就是说 哎 这个东西你要不要放董王一码啊 所以说周二会不会代表 咱不知道 但是这个纽约地区的检察官布拉格称 在未来几周将宣布啊 是否要起诉董王 但是很多人就问了 这个布拉格也太敢干了吧 他敢跟董王过不去 我跟大家说啊 这里面就没一个好人啊 我跟你们讲讲这个布拉格 你们就知道咋不知 其实我以前做节目 无数次说过这个布拉格 这个布拉格呢 是纽约梅哈顿地区的一个检察官 而且是个黑人 而且是个黑命贵 知道吧 这个布拉格就是个什么人啊 就是纽约现在你们看到 这个为什么犯罪这么严重吧 就是这哥们造成的 这哥们就称啊 要用爱去感化这些暴力犯罪 知道吧 就像上次啊 有一个老实人在纽约被欺负 一个店员 一个黑人呢 进来打这个哥们 这个哥们欢愿之中呢 拿刀把这男子杀了 然后杀了以后呢 他最终判这个 人家自卫反击的这个人呢 是蓄意谋杀 就是他就是向着这些黑命贵的 而且呢 还把这个自卫反击的这哥们呢 保持金定得非常高 让他根本就出不来 你知道吧 这就是这么一个人 所以说这个哥们啊 Buff也点满了 黑人检察官啊 纽约最白左的曼哈顿地区的 那所以说 那肯定就是白左的代表了嘛 那美国又司法独立 所以说他会不会起诉董王呢 咱们就看接下来了 所以你看这个事中间 他没一个好人啊 你不管董王也好 这布拉格也好 都不是什么好人 这就是针尖对曼王 对上了你知道吗 而且这个事严重在哪 这个事严重在 你这是侮辱女性啊 对吧 这就把女权的Buff给叠进来了 你怎么能干这样的事呢 对不对 而且你看我美国这边 惯用的这种手法就是 从你的私生活上下手 先把你搞大搞臭 但是呢 有很多朋友问了 那这些红脖子啊 说要举行全国的 全国性的银行挤兑 会不会进行 我个人感觉呢 这个你也不能说没可能啊 只是比较小 但我感觉啊 如果你说出现全国性的 银行挤兑兑的话 那最终损失的是谁 最终损失的是 美国老百姓的钱啊 那其中就包括了 这些去银行挤兑的人 所以说那会不会出现 银行挤兑呢 我个人认为 你要让他们把家产 都捐出来去支持董王 可能性没有这么大 我只能说可能性 没有这么大 但是不排除这种事情 会发生的可能性 我只能这么说 我是不太信 这帮人为了董王 他能连身家性命都不要了 这是其一 其二就是什么呢 很多人就说这个董王啊 现在在美国民众心中啊 在这个美国右翼 还这么挺董王啊 他都已经不当总统 这么长时间了 但说句实话啊 你们不在美国 你们可能不知道 就是董王现在 其实在美国 右翼民众的心中啊 慢慢呢 其实也没那么重要了 我跟大家说为什么啊 我们中国有句话啊 叫做人走茶凉 毕竟你已经不在台上了 这是第一 虽然说广大的农村地区 都还打着董王的旗帜 但是你也不是没有替代者 你们啊 你像什么德苍蒂斯啊 这些人 你还是有一个替代者的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由于董王啊 没有发生国会山纵火事件 那个事还好 发生了那个事以后啊 其实大量的中立的 原来他并不支持拜登 他也不太那么支持特朗普 或者说他没有那么讨厌 特朗普的这些人 也慢慢的跟他离心离德了 因为很多的这种理智性的 这种中立派就认为 那你不能这么搞啊 对不对 你这么搞啊 那你输了 你就打滚 你就去烧国会去 那以后是不是输了 都该这么搞啊 所以说很多人 经过国会山纵火事件 慢慢的很多人也对 董王脱粉了 而且你董王再怎么洗 国会山纵火这样的事 他也洗不白 你甭管对方是不是玩赖 那政治一向就如此嘛 谁不玩赖啊 对不对 谁不搞暗箱操作 但问题是人家都没去烧国会啊 你去烧国会了呀 对吧 所以说你这么一搞 就导致了大量的中立派 对董王立行立得 而且共和党内部 现在不是铁板一块 很多共和党这边 偏中立一点的议员 其实也不完全站在他这边 包括选民啊 也不完全站在他这边啊 其实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啊 就是你能看到 这次的事啊 在美国虽然说闹得大 但是闹得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 而且呢 跟国会山那次纵火 已经啊 不能可 不可同仁而语了 很多人说 那照你的意思 是不是就一定不会发生暴乱 啊 我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董王一旦被逮捕 小规模的骚乱啊 各地的骚乱还是会发生的 但是应该不会形成 国会山规模那么大的骚乱啊 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认知啊 而且呢 啊 说实在的 在纽约那个骚乱啊 是纽约派了很多警察啊 保卫这个纽约的地区法院啊 检察院对吧 防止这些人冲击 也正常 但是你不要忘了 那是哪儿 那是纽约啊 纽约是人家白索的大本营 特朗普的支持者能有多少 我就问问你 对不对 特朗普的支持者没有那么多的啊 纽约 你看着人山人海 其实没多少人 那几千人 你参加过谁要升旗仪式吧 那几千人站在那儿 那就看着人山人海了 但你说几千人放在纽约里 那他有个水花吗 对不对 他最多就是在一两条街 能形成这么一个效应 其实翻不起什么大浪 对于美国那种 之前那种规模空前的 那种暴乱来说 所以说我个人感觉 董王这一回吧 共和党会不会下鞋本保他 共和党肯定会保他 但是会不会像之前那样 不好说 不好说 因为共和党 毕竟现在共和党占着优势 因为人家把这个众议院夺回来了 那这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能保 当然还是要保一下的 毕竟董王啊 还是代表了共和党的一个脸面 虽然说共和党里面 很多人并不喜欢他 我跟你说实话 真的并不喜欢他 因为董王怼这个共和党党内的大佬 他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他把能得罪的几乎都得罪一遍了 而且说句实话 你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来讲 就是咱们不站在一个看戏的角度来讲 大量的美国的这种 有识知识啊 之前包括之前支持特朗普的 也慢慢开始觉得 董王确实在撕裂这个国家 因为他的存在让美国更加的分裂 你就单纯站在美国国内这些民众的立场 其实很多人是这么认为的 虽然说董王是玩二级管的 他能吸引一批特别脑残的这种 美国粉红群体啊 咱们这么叫 但是呢 实际上呢 大量的社会中间力量 已经不站在他这边了 我不是说他去参选一定赢不了 我只是说 很多人其实至少现在还没选嘛 对吧 那离参选还早呢 至少很多人心里已经不完全倾向于他了 我只是说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说这个事情呢 后续怎么样呢 咱们再看 我只是跟大家把这个背景交代一下 并不像大家想的啊 董王现在好像就是还有那个 2020年的那个感觉 一呼百应 现在至少在可见的这种情况来看 董王的影响力在慢慢的变入 至少现在不像过去了 满大街都是董王的旗子 对吧 但是在佛里达州还是个例外啊 在佛里达州啊 这个董王的支持率依旧高啊 但是再高 你毕竟已经离开三年了 如果 我其实明白民主党想干什么 他其实他也不是想真想抓他 他就是想取消他2024竞选的资格 因为民主党这帮人啊 包括董王的反对者心里都明白 因为这哥们上台只能让美国越变越了 就是我知道很多朋友说 董王怎么 其实就是这样啊 你知道吧 因为董王确实他在撕裂整个的国家 他没办法团结所有美国 因为你 你在那客观的角度来讲 他不就是这么一个客观结果吗 对吧 所以说啊 这个董王是民主党一定要搞死他 但具体能不能搞死 现在可不好说 因为毕竟 人家共和党在中期选举 还是拿下了众议院 你又能怎么样呢 立法权在人家这 是吧 所以说司法权虽然说不在 司法权虽然说是独立于另外两权的 但是这个博弈不好讲 董王我估计他也是 我知道我周二不一定会被捕 但是我想把这话说出来 我把这话说出来以后就让舆论闹大 大家只要一闹起来 你就要考虑考虑他们会不会冲击法院了 你是不是为了他们不冲击法院 你就不来抓我呀 他就这么想的 但是这个事件中间一个好人都没有 包括董王 包括起诉董王的那个布拉格 包括众议院的那些官僚 哪有一个好人啊 这种事说到底就是狗咬狗一嘴毛的事 知道吧 行吧 这个事后续怎么样 咱们再关注啊 那行 这期聊到这儿 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再跟大家说 这期聊到这儿 大家拜拜